你會不會為了一個海景 美麗的海景 給了100萬 今天陪伴客一家三口 在頸領的圍頸灣撥體樓 有一個很大型的屋苑 5,000多元 當它是2001年的樓 大概是22年的樓 今天準備了四間 最主要看三房套 實用面積是638呎 到666 魔鬼的數字 拍片看完 有一間開1080 有一間開1180 相差有100萬 這兩間都看中了 另外那些就不要提他 我就問客人 如果給兩間你選擇 你會買哪一間 揭除我價錢的因素 當然買見景觀有利 又適合他用的間價 就是1180那些 這兩間就因為景觀的差別相差100萬 我根據他的心意 打電話給業主客 結果就給你一個supply 這兩間之中有一間願意減價 而且減價後我覺得幅度合理 因為最近整個屋間的成交 一個是他1030到1100 有一間就一元都不減 就是買家看中那間 真的是1180 一元都不減 他是探長版去買的 又住在那裡當然不優買 我簡單摸完業主的底價 我就回覆用家 用家那邊都頗驚訝 他覺得1180那間居易開到這麼高 來市場的成交價 的確高了大概80萬 市場的優勢過不多 有些人願意給的 有些人不願意給的 在這樣的角度 我覺得應該談一個性價比幾個高的 就是減那間 當然不願意減那間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那間 你又願意給多些 你買看看你願意給多少 你可以給我一個counteroffer 我盡力跟你去談 看看可以談到多少 我也跟他說你要有三個心理準備 第一個心理準備就是 如果真的一元都不減 有你喜歡的景色 還有差一點的 相差100萬 這100萬 你願不願意給 第二個選擇就是 你追求一個性價比 買一個最划算的 是有錢賺的 第三個選擇就是 你想用一個性價比的價錢 買你喜歡的東西 而市場上是不好的 那你唯一的選擇就是 或者直到業主仍然減下來 一個合適的價錢 我再通知你 這三個選擇 如果你是跟我看外面的用家 你會減哪個 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是路易斯 在下個期間